在家人应该把财产分为四份 一份供日常使用 两份作为除夕或施舍之用 另一份留作紧急备用 你看佛陀还叫我们怎么安排金钱 在家人应当把财产分为四份 一份供日常使用 比如说你赚一万块 比如说你一个月赚两万块来讲的话 那么五千块就是供日常使用 佛陀可能不了解现在的物价太高了 那可能是农业时代大概可以了 现在一睁开眼睛 今天讲的泡面占了几层 牛奶又占了多少钱 佛陀当时可能是一物一物 可能东西都很便宜了 现在两千五百年后的台湾这种生活 还是很高了 物价指数太高了 那么在 在这个 不过在台湾 还没有入榜 最贵的地方 美国的纽约 东京 东京 伦敦 首尔 法国的巴黎 巴黎 这个是入榜的 就是这些城市 还有Vancouver 温哥华 温哥华 那多贵你怎么知道 一杯咖啡 一百多块 一杯咖啡 在国外 台湾 自己泡 对不对 自己泡 三合一的那一杯 就不要十块钱 二十块钱 可是在国外 就是贵得不得了 有的人就是一定要去 喝那种气愤 气愤 这个不够贵 我有一次 去首尔 他们说 师父来楼下喝咖啡 我说 好 这样好 走 来楼下喝咖啡 好 走 我叫他一层 因为我 书妈似多 我都有感觉 那很贵 人们准备走到楼下 来走 来楼下咖啡 楼下酒 这很快 他们问说 多少的韩币 一杯咖啡多少呢 五百几块 我几楼下咖啡 还乖 这样不可以喝 会死也不可以喝 一杯咖啡五百几块 阿咖啡 这要喝下去 一杯咖啡五百多块 韩币 一比二十六 一比三十 所以我说 你喝就好 你喝就好 对不对 你们拜的这个师父真的很好 我的口袋里面通通是韩币这么多一大碟 我换好的 准备好的 就是喝不下去 我实在是真正有够好够有够缺的舒服症 或者习惯就是喝不下去就对了 这杯咖啡五百多块 那个怎么花都喝不下去 也没有必要喝到这样子 所以是你到巴黎或者到东京 对不对 你到东京去的时候 油锅哈马或者是横滨 那个你也吃不下 那个一个包子 我说这个一个包子多少 一个包子 他说两百五十块 这三百块 这三百块 我问悠基山 这个包子多少 他说五百五十块 台票喔 不是利票喔 利票说八百块 喔 他是在吃怎么 包子再送来 不敢吃 没有办法 所以我去日本喔 就只有写一句话 就解决了 就写一句话 每次去问完 我一定会跟他讲 我这个太可爱了 真贵了 大家问你都买买了 真正 那一次有时候最孝顺了 带着俗马去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喔 就给他买俗马 这辈子最贵的衣服 十几万日币喔 日币喔 我也买给他 因为不是我要穿的 因果他自己负责 因为我孝顺你 喔 那个我买不下去 但是俗马要穿的 通通买给你 所以我们台湾的物价指数 还不算是全世界最贵的了 尤其是高雄 那来高雄生活就简单了 高雄的物价在台北差不多剩下一半了 或者三分之二的物价 在高雄是还好 所以记得在外面 赚钱 那一定要回来高雄花 那一定要回来高雄花 会好 算才会好 一份公日常使用 两份作为储蓄 或者是私使之用 两份 为什么要储蓄呢 再做诸位 今天最悲哀的人生就是在台高竹 已债养债 这些是最悲哀的人生 为什么 因为他每天都是压力 我什么时候有办法 有能力还给人家 所以他的生活 会不健康 这个是佛陀 所最忌讳的 就是你借钱来做水路法会 或者你借钱来养活你今天 而不懂得储蓄 这个就是佛陀 列为没有智慧的人 有债来养债 所以我们一个佛弟子 记得一定要多多少少 有一点储蓄 才有未来 这点我做到了 这点我做到了 佛陀刚 要除夕 我确实有除夕 一点点一点点 再来 两份作为除夕 或者施舍之用 因为我们佛弟子不是修佛就是修慧 修佛修慧才能成佛 所以你今天 你要来打水路 要想要共佛共法共生 那你想看 身上一毛钱都没有 福报修不到 当然你也可以用行动来表达 可是你看别人在布施 心里也很难过 我没有钱 我一生都是债 债务的债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看人家的福报 没有福报的人都惨了 有一个工程师 他跟他老婆 一直除夕赚钱 就除夕 除夕 除夕 起来 又买一千万的房子 就除夕 除夕 到了一千万 除夕有了 这个买下去了 一千万 买了 买了以后 哇 觉得这个 这个房子啊 价值大概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 他们赚到了 赚到了 你知道吗 隔了一年 隔了一年 人家跟他汇报 说你买的这一间啊 是凶宅 凶宅是啥 你知道吗 这是里面有 上吊死人的 或是谋杀的 这不得了了 他去找仲介 人家不退婚给他 要找那个卖屋的 那个卖屋的屋主 也不想跑到哪里去了 人家一卖 搬到国外去了 你这样看 那有衰吗 家里啊 小孩子常常看到黑的影子 那个小朋友啊 无缘无故就是啊 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也不晓得什么原因 那你想想看 没有福报就是这样子 除夕了一千万 去买到的凶宅 另一份呢 就留住紧急的备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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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 好 感谢观看